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风与历史变迁 地处北京市中心 这里最初是一片天然池塘 随后被建成一处皇家园林 这段历史要追溯到840年前的金代 在经历了四个朝代不断改造之后 北海公园就形成了今天 我们看到的园林格局 这里水面开阔 楼台环绕 琼华岛苍松脆白 白塔毅立 北海传承着我国古人的一贯理念 成为艺术与自然融合的最佳作品 时宜是亿 但古时幸存下的500多棵古树 时刻提醒着我们枝古建金 这些古树中有两棵明星树 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被清朝乾隆皇帝封冠家绝 虽然种于八百年前 这棵油皮松依旧枝繁叶茂 树高二十多米 如伞遮天 它被册封为遮阴侯 因其树下凉爽舒适 实在盛下游园的乾隆皇帝 顿觉蜀汉全霄 十分高兴 乾隆帝对此树钟爱有加 树下也是他在园中的宝地之一 时常在此复诗作画 距离遮阴侯十多米的地方 屹立着另一棵明星树 白皮松 乾隆对它同样非常喜爱 并奉为白袍将军 史料记载 皇宫每年要拿出一定经费 用于这棵树的维护 这个传统自嘉境年间就已开始 好在 此传统为后人 树立了积极的榜样 使我们认识到 保护生态资源的重要性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对园内树木维护的力度 不断加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 园内开始增殖树种 并对百年古树进行建荡 以便更好监测和维护 现在 畅游园中 随处可见架起的金属圆圈和柱子 用来支撑树杆 同时安装壁雷针 防护栏等设施 确保它们免受任何破坏 像这样的透气景 散布园内各处 确保地下根系的营养供给 得益于古代流传至今的树木 养护理念 这些历经中国近代 千年兴衰的古树 可以屹立至今 成为连结着现今和古代的 无言见证者